今天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一块木纳万内天空蓝的板料 整块板料在不打凳的情况下呢是呈现这种海水深蓝 底子非常的干净细腻 打凳之后呢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整条种水非常的通透 两个周围都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纹裂 整体的一个透抽感也够 这块板料咱们接下来就是以种水涉猎棉五个地方去分析它 首先咱们说它的种 从种子方面来讲这块翡翠的肉质非常细腻 在表面见不到任何的晶体结构 种系泡完之后整个胶感跟润感就会出来 那么讲完主呢咱们再去说这块板料的一个水头 手指放在背后清晰可见 在不打凳的情况下也能见到透抽感 为什么在视频上看这块板料在不打凳的情况下是有点发黑的 因为这块板料的这个位置它是属于一个内化的 从这个皮壳再到这个肉质上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而且这一条又是这块板的一个水路 水路就是整块板上化的最好的地方 最通透最干净的地方 比如这一块位置才是最好的 那么总共水都讲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去讲这块板料的色 这块板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明艳的飘花什么 它整体的色都是集中在这一段上面 整块板都是属于一种淡淡的一种情底色 在不打凳的情况下颜色会深一点 打凳的情况下颜色会变得干净清爽 淡蓝色白色紫色 下面这一块还有无极色 而且这块板的一个完美度非常高 在两个座位之间是没有任何的纹裂 整块板唯一的两道纹裂 一道是在这 另外一道是在这 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去讲一下这块板一个棉的情况 其实雾棉不成翡 任何的翡翠都是有棉的 哪怕是几万十几万达到冰种高冰的翡翠 它也是有棉 重点就在于它的棉化的开不开 看这板其实带在上面的棉没有多少 刚刚讲到这个是水路 水路的特点就是说棉会带的特别少 主要的棉都集中在下半段 打得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个紫色的位置 到时候也可以做个挂件把这个紫色带进去 但是在座位上带的棉是微乎其微的 主要都集中在下面这一段 这块板是一个木纳的板 木纳至尊海天一色 海天一色是什么意思 海跟天之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的 从远处看过去 它又好像是融合在一块的 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所以叫做木纳之中海天一色 另外需要讲的一点是什么 大家平常对藏口可能不大认识 经常会听到木纳达玛卡这一类的词 藏口是什么意思 首先这块板料它本身是产自于木纳 那么木纳作为十大藏口八大藏口 包括说五大藏口都是名列前茅的 其实藏口就相当于是每个矿区 在缅甸大大小小有几百个矿区 那么出名的矿区只有那么几个 当中包括木纳 南奇 达玛卡 莫安基 惠卡 后江这些藏口 这几个藏口为什么会被叫做名藏口呢 第一出产量比较大 因为这几个矿口的占地面积非常大 每年开采的翡翠原始占比例特别高 要这几个藏口切出来的手镯 包括说牌子各种起货 就是通过抛光之后 整体的颜色包括通透度都会翻射翻走 现在目前板料看到这个样 起货错会更加的通透 颜色也会更加的深 各家的清爽 最后呢就大家对关心的一个价格问题 这块板料呢是我昨天小伙去收回来的 收回来的整版价格呢大概是一万三千多 然后拿回来之后呢 左尾就画了两个 因为旁边是有列就没有画 那么平常到每个左尾上面的价格呢 大概就是六千多一个 这块板料的话就讲到这 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